记者庄世新台北报道,国泰航空将于2018年11月13日至2019年2月18日开航香港直航往返南非开普敦的季节服务,每周提供三班飞航服务,另外配合国泰目前每日一班香港往返约翰尼斯堡的航班服务,旅人前往南非一家便利,行程规划也更具弹性。 开普敦是南非重要的金融及商业中心,亦是多元文化的会,拥有自然美景、历史古迹等丰富旅游元素。 当地著名景点桌山市备受欢迎的热门景点,城市中热闹的海港、店铺和街道及充满活力的夜生活,还有美丽的海滩和草木浮属的山区环境带给旅人不同的旅游体验。 国泰航空集团近年来积极拓展航线网络,即2017年开航特拉维福、巴塞隆纳等航线,今年预计陆续开航布鲁塞尔,3月哥本哈根,5月都柏林,6月华盛顿,9月等航线提供旅人更完善的飞航服务。 国泰航空将于2018年11月13日至2019年2月18日开航香港持航往返南非开普敦的季节服务,旅人前往南非一家便利,国泰航空提供。